好回到蓝轩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一 我们的美食单元 一样照例邀请到的是 我们这个单元的主师婆 王瑞瑶到我们的现场来 Hello瑞瑶早安 蓝轩早 听众朋友大家早 我好几个月没来勒 那是你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啊 都让老师傅跑来 所以他就是拜 代妻出征 代妻出征 对啊对啊对啊 他来也很棒啊 你有学到菜吗 你回家有自己做吗 我当然没有啊 我只要听众朋友有就好 我们帮听众朋友 所以保师傅很认真 他对把一些 那个菜的这个做法啦 我把它写下来 所以我们就会放在我们的网 我们的粉丝页上啊 你知道前几天 FB回顾出现了 李家亮 李大哥 于达人 教你做菜的那几篇文章 我还记得 对啊 那次我们去多门市场买菜 吃了米粉汤 然后去你家做卤肉 你记不记得 我当然记得啊 我其实三分五十都会想起李家亮 而且他 他那时候不再送了我们刀吗 因为我们去露营嘛 我把刀都放在我的书架上 你拿出来了 我收起来 我好珍贵 你收起来干嘛 我就所有的艺术品 所有的收藏品都拿出来 所有的你喜欢的都拿来用 我觉得艺术要跟生活合在一起 才会有味道 而且你知道有人出家要跟我买那把刀 一个汽车公司的总经理 我的一个旧事 他发现我认识李家亮 因为他有收藏刀的习惯 所以其实他发现那一年他发现李家亮送我们两个人 那种在家就简单做 因为我都还是会去外面吃啊 嗯 你太忙了啦 我不是因为忙啦 因为这也是因为瑞瑶今天要来跟我们聊 就是母亲年快到了 那母亲年快到要干嘛呢 我觉得那就是还是一样啊 可以出去外面吃啊 为什么不行呢 你一直要慢慢恢复正常生活了对不对 我一直都并没有减少 我就觉得很好笑 我刚刚其实节目一开始还在跟蓝轩讲 我说我前一段时间都叫我妈妈不要出门 一定不要出门 千万不要出门 甚至待在家里的时候 你知道有必要也把口罩给我戴上 就好紧张哦 可是蓝轩的表情觉得我们好像是怪物 不是啦 我觉得戴口罩当然一定要 但我一直觉得的是要精准防疫 你不能够那种刷的片甲不留的防疫 不能够那种这个兼必轻也是的防疫嘛 尤其是台湾目前疫情 其实比起其他国家来说 真的相对来说都是轻的 那当然也代表我们防疫做的好 但是不见得说要去扼杀所有的经济活动啊 扼杀所有的生活乐趣啊 因为你如果可以做到精准防疫 你知道什么样的状况底下 要做什么措施 是对的 是够精准的 其他的部分就叫做你的心里面的恐慌啦 盲目的恐慌了嘛 那你就是要把这恐慌的部分给排除掉啊 因为总是要对老人家采取最高标准啦 因为也的确是这样子 在前一阵子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也是都一直呼吁大家 不要突然间停止消费行为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怕 你突然间停止消费行为 在家里只吃泡面跟干拌面 然后呢都足不出户 其实百业都很惨 因为这是有连锁效应 我问你啊 真的是有人是真的到这样子 都不出去吃东西了吗 我其实一开始在今年三月 就等于是疫情一开始爆发的时候嘛 就有一两个听众朋友 他就是透过FB私讯我 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焦虑 甚至有一个听众朋友要求我要跟他对话 他说呢 他没有听到我的声音 他觉得很害怕 他说他因为他每一天都躲在家里听广播 我那时候我就说有一群人比我想象中紧张很多很多 然后甚至于我其实有看到一些新闻我也觉得很好玩 就有一段时间我看到有些新闻说你出去买菜 回来之后还要用那个酒精棉 把这个菜的外包装都要擦拭一遍 才可以把这个菜放进你的冰箱里 我那时候其实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 我很吃惊 我非常非常吃惊 这么的紧张 等于是我出门去我碰到什么东西 我都要带回家的时候 我都要想很清楚了 而且那个时候不是也有讲说什么 什么新冠疫情在部上面停留多久 在塑胶上面停留 是啊有啊有啊 对啊 所以大家就是几个小时啊 所以大家就就死命的你知道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像我有朋友跟我说 他总而言之他就是回他老家 然后呢老家好像正在装修干嘛 所以他就要住饭店 但是又发现他不敢住饭店 他说他不晓得这个饭店 他到底先前是谁住的 谁谁睡过那床 可是饭店是相对安全 对啊我就说第一个人家 如果你都这样想 那真的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白夜萧条了 就是他第一个他都去进行相关的消毒 第二个病毒残留的时间 事实上通常一天两天之后 他就会发散掉 所以这一方面他用每天消毒 二方面的话你又 你又不是说 还有你不可能用你的嘴巴去亲吻你的这个外面的床 就比如说正常使用的状态之下 你不可能吗 对不对 难道你睡觉都张着嘴 然后都不断的亲吻这个床 才有办法得 你知道有机会染疫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有很多 就是大家是情绪上面觉得很害怕 所以就变成说 用那种防堵的方式去做 但是你搞得自己很紧张 然后呢 心情也不好也睡不好 身体也不好 我就 我有提醒一个听众朋友 因为他也很紧张 我就有回他 我说你不要还没有得到肺炎 你就已经先得神经病了 太紧张太紧张了 有有有我看最近很多那个门诊啊 什么精神门诊心理门诊啊 事实上是有这些数据说是飙高的 对啊对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出去吃吃走走啦 因为像我跟刚刚Rail在聊到 像我跟立文就先前 因为立文好像是因为他去茂园嘛 然后后来再来 称好店Eat起来 对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约了去上元楼 然后跟杨志良老师 那之后呢 我就跟杨志良老师再约了 去我们就是我们要发起 你们用行动 你们用行动来抢救老店 后来我们就约了再去六品小馆 然后那之后呢 六品小馆生意好吗 应该不错 他说在我跟他电了之后 突然那天就大爆满 因为六品小馆生意一直都不错 没有没有 他的生意是掉了好多好多 他再剩下大概三成左右 一品小馆的香酥压 对对 他就说先前有这个员工 他们就是刚好就是离开了 所以他也没有补人 那没有补人之外 他还就是人员还进行了分班 然后之后还勉强维持住 所以意思是说 每一天上班的人已经几乎是一半了 对啊 而且我要讲啊 六品小馆是便宜的店 平价对对对对 就比如说六品小馆就是那种家常 大家几个三五好友去吃 然后觉得很过瘾 CP值很高 然后味道很老 味道做的是那种 而且还是很纯正 还是很好 都没有变 然后再我还去了秀兰 秀兰小馆 秀兰生意很好啦 也没有到很好 就是他的影响没有到那么的严重 但是也没有到很好 我要去营益 因为这段几天我有去秀兰 然后我发现秀兰外带的人多 对对对 营益如何报告一下 营益状况蛮糟糕的 营益状况蛮糟糕的 但是我觉得营益的问题 可能不只是在疫情的时候 我在摇头 对啊 就是说我觉得 我觉得有些不能够赖疫情 我觉得有一些是不能赖疫情 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卖场的大小规模也都有有关了 营益那么大的一个一个卖场 因为你讲到营益 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像前一阵子最有名的老店 起死回生就是天厨 可是因为那个是我先发的 因为我去天厨吃饭 然后吃了饭之后 那天其实是带我妈妈去吃 而且那天好紧张 因为那天我妈妈又不乖 她又坐捷运来 我那天还没有吃饭 就先发了一顿脾气 因为都叫我妈妈要坐计程车 坐计程车 我妈妈就说捷运没有人 而且她上车大家都会让位给她 我说现在谁敢坐捷运 只有你 我说你有看到捷运上有老人家吗 都没有啊 对不对 老人家前一阵子都躲起来了 对不对 尽量不要 我都坐捷运 所以我记得我那天去天厨吃饭的时候 就发现她三楼关了 因为天厨是三四楼 它其实就是你讲的跟营益一样 规模很大的中餐厅 老的中餐厅 然后都集中到四楼啊 我吃饭吃一半的时候 他们的总经理就出来跟我讲啊 说他们有可能准备月中的时候 然后就要暂时歇业 那时候我就觉得怪怪的 我就给她发了一篇文章 这是你发的 发了很多媒体就跑去找她 但我真的觉得啦 我觉得这些老餐厅啊 像天厨他的味道就是因为他没变 所以我觉得会有很多的顾客 会觉得舍不得 然后呢也觉得说 要拿钱给他家继续开 感谢他愿意这样撑下去呢 也是替员工撑他们的家计嘛 可是你知道为了这件事 我自己才知道 天厨这个餐厅养的员工超过七十人呢 你不相信一个餐厅的内外厂 对 因为他们的这个员工都是很老 你去吃过天厨嘛 天厨很像以前 天厨不错 早期的圆山饭店 我早期去圆山饭店去消费 我都好紧张 旁边都站着 爸爸妈妈阿姨阿公阿嬷的服务人员 你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他不是那种 像老管家一样 不是帕泰就不是帕泰的那种年轻的弟弟跟妹妹 就跟着老板一起长大的感觉 对啊 我那一直在天厨里面 然后我自己其实有看到天厨的几个问题了 就比如说我就说你们为什么不搭上 Food Panda或者是Uber Eat 我就问他 他就说没办法 没办法原因是因为他们要抽四成 因为天厨也是属于菜价一样 就是跟六品小馆一样 它是不贵的餐厅 对不对 所以他们其实算下来 利润就不够厚了 所以这样就不划算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 我们的政府 他不是后来有要去帮忙救餐厅的时候 我觉得有个动作做的还不错 就是他们排除掉Food Panda跟Uber Eat之外 他把台湾的一些外送平台 通通揪集过来 因为这两家的那个 对对对 他们都是稳赚不赔 还有就是透过这一次 我也会觉得说老店其实 就即使你今天认为外带的费用很高 还是要有自己自救的方法吧 对 就他们要跟得上时代 对我觉得第一个 他们其实有一点心痛 没错 人事管理的问题 你的管理的能力 然后你自己菜必须要求变求新 而且要维持品质 那再来你必须要运用新的科技的管道 你知道像蓝鼎前一阵子有卖便当 他们其实就重新分组 就比如说他们的服务生就做外送员 可是你很难期待天厨的这些老先生老太太们 就比如说不能讲老先生老太太了 你知道就比如说这些叔叔这些阿姨们也跳上机车 对不对 你说他们得去送吗 当然不可能啦 这个也很难期待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一定有一些方法啦 你说像我去鼎泰风 鼎泰风就算说他本来生意很好 但是他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好不好 因为他最主要是外国观光客 现在根本没有外国人来啊 现在要吃鼎泰风好容易 我好高兴喔 而且他还在这个时候开了一家新的旗舰店 我说他真的是时间没选好 那也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这些店真的是值得大家呢 好好的去珍惜他 我们休息再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 就是和王妖来聊天啊 聊的是母亲节快到了 那就是说 你想要怎么样子过母亲节 以前买个蛋糕 或者说吃个饭上个馆子是方法 对不对 不是今年这个还是方法啦 可是我觉得今年大家要思考 因为已经憋了好长一段时间 但我们觉得闷坏了 好不容易母亲节来了 而且呢我们现在确诊的这个数字 这么漂亮 大家难道不想出去玩吗 即使你不想出去玩 你的妈妈也都憋坏了 你看像我妈妈 那天带她去巴黎 好像小鸟被放出去一样 所以我自己会给大家几个建议 就比如说 当然今天会聊到几家餐厅 我自己这几天就在想说 到底要怎么样 再带我妈妈去过母亲节 刚才其实蓝轩讲到了一个重点 其实这段疫情受伤最重的 都是星级饭店 全台湾最重的 而且呢大家都不去 不去饭店消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呢 透过了一些数字会发现 有些饭店呢 其实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高雄已经有些饭店 已经直接关门了 直接关起来给你看 歇业 对然后有的是歇业 那可是呢 有些饭店呢 在这段时间 应该是说绝大部分的饭店 在这段时间都做了最大折扣的优惠 大家有没有发现 那所以呢 等于是 还有就是我发现 所以我最近还打算去花莲玩 你锁定哪个饭店 我要说吗 当然要说为什么不要 但是我现在忘记了 没有 因为是我朋友订的 忘记它是哪个饭店 你喜欢就去啊 有香草 当然我要去 停电好了 香草 什么香草饭店 我搞不清楚 但是我现在打算说 除了那个饭店之外 因为只有一夜嘛 然后我因为有一个好朋友 他去了以后呢 在脸书上面贴了 啊那个看起来更棒 是个很棒的民宿 所以我决定家定一晚 去花莲怎么可能只有一天 我要去那个 那个我就记得了 那个叫回英谷 哇 看起来好漂亮 然后呢 是花莲吗 对啊对啊 是玻璃屋 就是啊 在火车站我去问 我昨天还在进一步的去问 你为什么不去台东 找陈建二呢 哈哈哈 那是下一步好不好 你把我的计划都 对对对对 当然要 不要分开来啊 你真的要去刺激消费 一定要分开来去啊 你要不要好几次去啊 你不同的礼拜 去不同的地方啊 哦 所以呢 我本来还想说 我花莲要不要分两趟去 我本来想说 算了算了 我花莲去一次好了 所以先生朋友 我要的要去一家 然后自己要再去一家 那我说的那个玻璃屋呢 很漂亮 他距离火车站的也很近 听说是只有十分钟的车程 然后呢 他旁边还有一些登山步道 所以对你一个人去的话 你哪里都不去 然后你只要去那边 散散步走一走 一条四十分钟可以来回 一条大概一个多小时 你这样子就很好啦 然后呢 接近鸟语花香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精准防疫的概念 就是说你还是不能够放松 所以我是觉得啦 我觉得业者在这个时间点 你也要非常的能够去 跟你的消费者沟通 你一定要告诉大家说 你做到了哪些防疫措施 你来我这边 我可以放心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是业者该做的 所以我想我们这样的呼吁过后 很可能 搞不好大家真的都出去了 但是你也不能够出去到时候 你发现哇 这个餐厅 这个人身顶沸通 摩肩插头 那这样子也不对啊 所以我觉得业者继续要 你自己要控管你的人数嘛 不是蓝轩 其实在这段时间 业者都在讲说 他们都有量体温 都有喷酒精 都做梅花座 可是如果一旦你到了这个餐厅 他们没有这样做怎么办 就逃走嘛 对你就不要进去 我就讲我就逃啊 就比如说我就在问蓝轩 蓝轩搞不好你预定了 这两个民宿 还是这两个饭店 你去了之后 如果发现人很多的话 我要跟听众朋友讲 如果今天这个饭店 人很多的话 你就可以在那边 跟他嘀嘀嘟嘀吵 叫他帮你移走 还是叫他怎么样 因为如果你去的这个地方 他的单位越大 这个业者就会越负责任 那所以等于是 大家要知道自己的权益 而且要懂得很聪明 不要傻乎乎 不要一直往人多的地方扎 你这样讲 我相信我先前 我还真的去好多家餐厅 我去了一家吃咖喱的 然后呢 他们是真的 他们的服务生就没有戴口罩 那你有当场 我刚才讲说 为什么你不戴口罩 因为我后来 那个戏里面犹豫了一下 但我觉得我应该要讲 不是为了我 是包括他这个 我说你这样子 大家会不敢进来 大家会怕 吃了也会怕 后来那个主厨呢 他是印度人 他还跟我说 他想要闻那个味道 他觉得没有 他又带了口罩 他闻不到 他做的那个料理的气味 那听起来 我当然知道 他很尊重 他自己的专业 他很热爱 他这个料理 但是我说 这是非常时期 就是这个时间点 你这个样子 你这个时候这样子 大家会真的会担心 而且坦白讲 你如果说 那你好歹 这是你的嘴巴 飞沫 你可以留着鼻子 鼻子去闻味道 结果他们改了吗 我没有去第二次了 你没有去第二次呢 对 我是很诚心的跟他讲 我觉得他有感受到 因为我 不是我的关系 就我来 我刚还是吃了 因为你在没有 戴口罩状底下 我也吃了 我还是吃了 但我说你这样子 我怕你的声音会受影响 因为那家 咖喱餐厅也还不错 所以就是 我那天其实也是 去一家餐厅 那家餐厅 他有很多小分区 然后结果服务生 一直把我 把所有的人 带到一区里面 那去八张桌子 八张桌子都坐满 那家店 我不会再去第二次 怎么这样子呢 对啊 可是其他的地方 很空旷啊 他就方便 他自己的管理跟清洁 方便他自己的服务 对的流程 就是你讲 其他都是空旷 因为他其实 那个餐厅还蛮大 我就觉得如果 因为那天其实是 有人请客 我不方便绕跑 可是如果那天 是我自己进到 那个餐厅 他如果带我去 做那个位置 我就会走了 那所以等于是 听众朋友要聪明 去选择母亲节 到底要去哪里 吃喝玩乐 才会很安全 对呀 好啦 那是你想好了吗 对呀 我在想牛啊 我在想 就比如说五星级的饭店 就比如说 星级的饭店 大饭店 现在其实去吃 喝玩乐都很划算 因为就以北部为例 北部目前为止 就有两家饭店 都在推 住房加上餐饮 然后让你玩透几小时 很爽 第一家当然是金华酒店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可是因为金华酒店 主要推的是自助餐 然后呢 第二家最近的这家 就是西华饭店 西华饭店 今年30周年 所以西华饭店 推了一个专案 这个专案呢 就是住房加上 他就送你吃牛排 而且吃的是 就是吃的是 他们托斯卡纳最招牌的那一块 那一块牛排 然后呢 你也可以选择龙虾 然后他们都会 我觉得其实这段时间住在饭店 可以很放心 因为你不可能 每一个房间都客满 大家都可以看到 饭店里没有人住 没有人住到都可以打灯打ZERO了 就可以知道 真的 我其实看到了饭店打ZERO 来庆祝我们零确诊 我心里其实一方面又觉得难过 等于是这些房间都没有住人啊 对不对 真的真的 他才可以随经所欲 你知道打出那四个英文字母 现好这次揭露出来 是我旁边还没有点星星啊 我一直都是点星星 点星星就表示你知道 就比如说可以写平安 大家看了很开心 可是其实心里其实想说 这个比划太多了 对那就是没有人住 你没有看原山饭店 所以我就要很推荐 就比如说推荐有一些饭店 像我其实平常不会推荐原山饭店 很老实讲 因为老实讲要去住 要去吃喝 有更好的选择 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 原山饭店就很合适了 因为原山饭店很空旷 原山饭店都挑高 对不对 而且原山饭店景观很好 有些原山饭店的住房 他们甚至还有外阳台 如果是确诊 如果是平安的话 你站在他们的那个花园广场 感受非常好 对不对 我知道有很多人 都直接跑去那个花园广场 要跟那个ZERO合影 因为拍照 他竟然ZERO每天都还在 有啊 就等于是他只要ZERO 他就ZERO 我知道有很多人拍照之后 在IG上传打卡 就觉得予有荣烟 我觉得有的时候 不光是知道拿到确诊 是零的这个数字 还有就是大家一起的时候 你就觉得好高兴 对不对 我觉得是让你有一种 很振奋的感觉 可是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 自助餐我还是不推荐 我觉得到了饭店去 我还是建议大家要 开放的那个 对对对 就像是我说去看电影 我就要跟他讲 不要再吃爆米花了 不要 对啦 你不觉得很夸张吗 很多人跟我说 那你还看电影 我觉得OK啊 看电影 你去看电影 你就是全程戴着口罩 你又不触碰你的眼睛 鼻子跟嘴巴 你也不吃东西的话 你不要嘀嘀嘟嘟讲话 看电影都没有讲话 现在也都没话做了 现在也都没话做了 那否则要不然 你这一件事情 如果都不做的话 真的 真的 以后你会发现 二轮西院都 各行各业真的是 二轮西院已经关一轮了 对啊 你看一文 全程的二轮西院都关一轮了 我们这一文团体也都是啊 真的是残得不得了 我们休息了再回来 好 好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王乐瑶来聊 母亲节应该怎么过呢 我想很多人心里面应该也在想 那也在有点 我在想大家都会有点犹豫 又想要说呢 自己也是 妈妈也是 就是出去趁机透透气 但是又可能有点担心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大家一起来配合 包括夜深 可是我要讲 星级饭店真的是最佳选择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那天有找文长安 食安全威 他告诉我说 星级饭店洗碗 而且是高压 高温洗碗 真的吗 对 然后如果现在大家在外面 请大家尽量使用 一次性餐具 因为你知道飞沫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蓝轩你知道吗 这段时间我因为都戴口罩 我今年还没有感冒 真的 这是意外的收获 而且还顺便防空屋 像我最近都在想说 有空屋其实不用担心啊 因为大家都已经戴口罩了 不是吗 你知道我 而且又很少 我平均一年会感冒 三十到四十 我今年春天没有感冒 而且呢 今年台湾当然了 我们的疫情没到那么严重了 但是事实上呢 你看台湾也是 其实国外更明显 那个天空之蓝 我真的 对啊 这个空气品质 排饭 碳排放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真的变低很多 环保要的标 所以地球某个程度的修养生息 其实有点点就是很间接的很老天爷安排的 它达到了若干效果 而且我觉得这次的母亲节给大家几个建议了 就是不要急厚厚的去玩 还是说不要急厚厚的涌到哪里去吃东西 有一些规划有一些想法 就比如说你问我我现在脑袋里有几个方案 可是听众朋友要告诉大家的是 你猜母亲节不会碰到我了 因为我都不喜欢在休假的时候出去挤 就是我个人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我会钱 不要远起人 我喜欢钱或者是后 就比如说像是我我就会想说啊 今年大家有去阳明山赏花了吗 有 有吗 你有去赏花吗 有 真的还假的 你怎么这么正常啊 我跟你说我去人家花园里面那个吗 对啊 因为我就想说我想要带我妈妈上阳明山走一走 其实主要的就是在规划母亲节的这一个旅行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小旅行的概念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因为现在政府都规定公共场合都要戴口罩 即使是坐在捷运里老实讲也很安全啊 对不对 那等于是在所有的这个过程里面都很安全的时候 你就去设想 比如说上阳明山带妈妈去看花走一走啊 然后我就很想带他去吃野菜屋 因为在阳明山我自己就非常喜欢这家餐厅 当然在阳明山也有其他的像这种土鸡城 卖野菜的餐厅 他们的共通特色就是他们都很通透 因为他们的建筑对不对 他们的建筑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像是 我不能讲公寮式啦 这听起来有些 比如说温室的形式啦 还是说像那种 你虽然在竹子湖那个附近嘛 就都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而且那个地方即使是人多 你也不会觉得有摩肩擦肿的感觉 而且地方很大 我觉得有几个地方了 杨明山我推荐 一个是竹子湖附近很多吃野菜的嘛 那另外一个现在是以前的台银宿舍 哇现在突然间有一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他 就是西式的小洋房嘛 你讲的是在那个文化大学 对不对 现在很多就是对外去承包 美军宿舍 然后他们现在弄了很多很小文青式的那种餐厅 他们房子好大 以前美国人住我们台湾 那个房子都是又方正又高 还有壁炉 还有前院后院 对啊 所以我要讲的很多东西 因为他不会去糟蹋了 他这个房房屋 这个附近的整个的优势 像庭院 所以他们都坐在户外 那里好棒 所以也很棒啊 对啊 所以这房子也很棒 然后再来的话呢 文化大学前前后后也有几家 就是那种很细什么山顶上啊 屋顶那几家都是 因为他们既然在那个地方 他都会有种大片的落地 而且都可以推开 所以通常空气都会非常的新鲜 然后你可以发现山峰徐徐 然后看起来的春天的感觉 现在上面我上着去 杜鹃花开了 杜鹃花现在大家去看可能已经没了 袖球花开了 袖球花好美 袖球花好美 袖球花开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都是很棒 很适合对不对 对对对 我就讲说如果是在北区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就 就就等于是阳明山是一个选择了 那可是如果是中部南部的听众朋友 你们自己就去设想 你们家附近有哪一些条件 是符合这样子 开过式的嘛 对啊对啊对啊 对不对 然后还有就是 中部下去月坛就很棒啊 我有朋友 我还帮他订了一个饭店 我也想要去日月坛 因为呢 前一阵子日月坛也是在SOS 我心想日月坛那么多饭店 对啊没错啊 你不管去什么云品啊 韩币楼啊 这些都是很棒的餐厅啊 很棒的饭店啊 而且去日月坛 他们上次就讲说 一整天下来都没有人坐船去游湖 最好没有人最好 就比如说 因为真的 因为比如说就不要跟观光客再讲 跟日月坛到此一游的合照了嘛 大家就很轻松 对不对 包着船就去游湖了 然后甚至于我记得在日月坛 还可以骑 骑车 骑车 对不对 还可以环湖 没错啊 有一些东西 就可以在开阔的空间处理 我觉得很好 你去环湖走走 它有一地方走上去之后 到顶 还有一家很棒的咖啡厅 真的吗 真的 对啊 就等于是慢慢玩嘛 对对对 除了这个 就比如说除了这个建议之外 我刚才有讲说 五星级饭店的安全性 就大家不妨在这一波 在母亲节的时候 把关注的焦点回到 回到饭店 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能不能 你知道让人家好好的服务你呢 就是让妈妈 比如说妈妈都在服务这些小孩啊 还是说你的老婆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都在服侍全家大小 老公或者是小孩 可不可以在母亲节的这一个档期 他们可以去有人服务的地方 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吃 就比如说像我 我其实在很多年前 我自己就非常喜欢一家饭店的下午茶 叫做台北文化东方酒店的清雨 我不知道连薛 有没有去过那家 这我没去过 那家清雨 因为我听众朋友 如果这段时间都没有出国 就会一直很怀念你很喜欢去的地方 比如说怀念日本 怀念香港 有的时候去文化东方酒店 都有一种香港的感觉 因为它建筑就很香港 像四季像半岛 对不对 像类似那样的感觉 那因为清雨的这个下午茶 我自己就很喜欢 因为他们会 哪个清哪个雨啊 清就是青色的清 雨就是一雨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那种艺术品 我自己就很喜欢 里面它有一个艺术品 是一个像是青铜做的 它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巨人的样子 巨人的肩膀停了一只小鸟 就是它有一些这种东西 你看了之后 这有点像蔡康勇啊 哈哈哈哈 蔡康勇不是巨人 蔡康勇不是巨人 因为那个巨人坐得很巨大 因为那巨人就有一个很宽阔的肩膀 然后这样站起来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它有一些东西 而且清雨我自己喜欢的是 它有那种皮雕的桌面 有皮雕的墙面 就是这个东西 你在台湾是极少见到的 那所以呢 贵妇进去 贵妇进去坐在那边喝茶 很舒服 你会有一种 真正的一种贵妇的感觉 还有就是母亲节 这个档情 就算不是贵妇 也可以有贵妇的感觉 就比如说因为你这样 在身处在那个环境里面 然后还有就是在母亲节的这一档 我要跟大家讲 就算买一个母亲节的蛋糕 也不要去买几百块的好吗 妈妈期待了一整年 你给她一个 弥月蛋糕的蛋糕卷 还是说你给她一块 水滴形的起司蛋糕 我觉得妈妈 平常就可以吃这些东西了 对啊 对不对 你跟我想了 我昨天还在那边上网 你在研究 我看到一个巧克力蛋糕 要一千多块 但我觉得 看起来好好吃啊 我要推荐的那家也是啊 我要跟大家推荐的那家 叫Sweet Chan 这家呢 她的蛋糕很小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蛋糕呢 就跟一个马克杯 这么小啊 你比起来 就跟一个马克杯一样 妈妈一个人吃 还是妈妈跟爸爸两个人吃 小孩子走开 然后它是金箔 巧克力 然后里面呢 对里面有三种热带水果 你只要做馅 吃在嘴里 看在眼里 因为还附了两罐小果酱 等于是你要甜 要不甜 你自己决定 然后还有 它的蛋糕 还可以搭配 明天的花束 做成一个礼盒 我第一次收到这种 蛋糕花卉 但是这样子太小了啦 那这样子叫同欢呢 不是 它也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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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有一些东西 我看到是鱼 我好好去挑 好歹六寸嘛 六寸 我都没有 对你的没有啊 我看是鱼式的 鱼式的有六寸 我觉得这样的话 我们会跟它一起吃 可是因为鱼式的 巧克力很好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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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听众朋友 巧克力其实是对妈妈好的啦 可是我知道 有很多妈妈不喜欢黑 我妈妈就不喜欢黑 我妈妈只要是黑色的口罩 她就不戴 黑色的巧克力 她不爱吃 你知道黑色的东西 她不要 可是黑色其实是对 巧克力其实是对老人家 对啊 巧克力好啊 吃起来又开心 我们休学再回来 好回到来轩时间 继续回来现场 邀请到的王卫尔来聊天 我们刚刚聊到说 趁着母亲节吧 你自己喜欢的餐厅 你自己喜欢的甜点店 你喜欢的任何东西 都在这个时候呢 去照顾一下他们 而且我们发现 这段时间 这些餐厅都拼命在打折 相对便宜 真的 真的是相对便宜 而且人又少 她那个出餐速度又快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我刚才在跟兰圈讲说 大家其实要带母亲出去吃 你也可以做一个小旅行 然后你也可以单纯吃也可以 就比如说我自己在想 比如说我要带我妈妈 阳明山也可以 可是我也想带我妈去海边啊 有一段时间龟喉很红 对不对 大家都在吃三点蟹吧 龟喉都挤爆 然后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在往龟喉的这段路上 就是一个很方便的小旅行 是啊 对不对 但是我又想起来了 其实我就一直很喜欢 一段时间我就去一次 就是去那边走走 然后经过海园 在海园那边吃一吃 我也是喜欢海园 我好久没去海园了 就是啊 而且一到海园那个路上 会有一个一转角 看哇 这个前面豁然开上去 大海就在你的眼前 那这开心的不得了 而且其实不光是海园啦 因为在有一段时间 曾经因为三点蟹的关 因为那个万里蟹的关系 针对三点蟹针对花蟹 还有一个是什么 惨了石巡 这三种 其实有针对这三种螃蟹 做了这一个路段的海鲜餐厅的报道 其实非常有趣 其中呢有一家餐厅 那家餐厅呢 呃不能讲是听说是真的 就是张飞他们骑重机 都会经过的地方 我记得是叫富山还是叫富田 而且那家餐厅的旁边就是一间很大的庙 然后是一个冲浪的圣地 我记得我去几次采访 还是说有一次我是自己跑去吃 就会发现多有帅哥在冲浪 当然现在不知道帅哥还在不在 搞不好现在没有这个风景啦 可是因为餐厅还在 而且呢 我相信这段时间你去餐厅吃海鲜 这段时间的海鲜相对便宜 嗯 因为呢大家都不去餐厅吃饭 那所以现在食材有一些大落价 因为产量产量变高了嘛 是工序的问题 那所以等于是大家也可以试图走海边 海线这块大家也可以尝试 然后还有我们刚才在讨论阳明山的时候 我自己也有想啊 这段时间去泡汤也行啊 北投啊 虽然大家会觉得有一点热热的哈 可是有一点热热的老实讲呢 这个身体循环 还有这个泡汤的这个场域 也都是属于病毒就怕热啊 对啊就开阔式的啊 不是吗 而且你也可以拉开距离就好啦 老实讲在北投啊 北投本来每年三月四月都是很惨 本来就很惨 结果呢 这波疫情我相信更惨 连哀嚎声音都听不到 都连嗯嗯嗯嗯这样子 你知道求救声音都没有 北投也有几家很棒的饭店 大家可以去大地 我自己就很喜欢大地酒店 然后也可以去三二行馆 三二行馆其实 对也是所谓人家那种 明媛贵妇比较老派的那种 而且有户也是有户外 对不对 或者乌兰也不错啊 我觉得乌兰有些地方也不错 对我觉得其实 还有乌兰啦 乌兰连连发出抢救声音都没有 都没声音 对所以如果说你挑个 在户外或是远一点点郊区的餐厅 所以呢你去那个餐厅的过程当中 顺便去玩一玩 譬如在几个礼拜以前 我们全家就去那个 杨梅附近有一家八方园 杨梅 哇你们好爱玩哦 我们发现你们好会玩哦 不是因为你出不了国的话 你好歹在台湾里面走一走 对要消费啦走一走 那我是自己会跟朋友出去玩一玩呢 自己会去玩一玩 然后自己跟家人也还会去玩一玩 那因为我爸妈住在桃园嘛 那是桃园就近附近的一些 小山啦丘陵啦 桃园附近有很多 对啊对啊那因为我说那个八方园 他是在客家村落那边 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老的 一百年的这个客家的三合院 所以他本身就是很通透的那个空间 他旁边除了有好吃的客家菜之外 他旁边年轻第二代接班 就还有一个小小的咖啡厅 咖啡厅旁边呢 底下还有一个一面小小的壶 他们呢那个妈妈又很会弄花园 所以怎么看就很舒服 其实老实讲在桃竹苗这一代有很多这种都是客家 就比如说他是一个客家的老建筑 所以我们家就顺便去那边 然后你就游山玩水 你去的过程当中你就看到了 你会看到吹烟鸟鸟 吹烟鸟鸟 真的蓝轩蓝轩的表情好啊 蓝轩的吹烟鸟鸟 我发现吹烟鸟鸟比看到彩虹的几率还低 所以对不对 所以在那个地方我经常没看到吹烟鸟鸟 我就觉得说哇 所以有一些 像老人家 对对对 然后在老的山河院有人还在烧彩 因为我记得我那一次 我有一次去桃园也是 我应该不是去杨梅 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吧 他们是一个老的茶厂改建的餐厅 也是一样很通透 然后你看我们现在通透变成一个关键字 就大家出去玩要通通通通风 还有就是听众朋友 如果再怎么不保险 在定位的时候 在规划行程的时候 反正打电话问清楚 确认他一下 你要确认有没有没话做 没有没话做我不要定了 我觉得业者一定要去控制人数 嘴巴一定要问 问得很清楚 然后还有呢 如果他今天耍赖皮的话 如果这个餐厅越大 他就跑不了了 大家要去有规模的餐厅去做消费 保障就会比较高 对不对 真的好 所以听得出来这个瑞瑶 也真的是忧心忡忡 因为长期的都在美食圈里面 我想看到的这些 真的是有些大的店 你都还会 大家会去报道会去关心 小的店真的都不晓得 失衡遍野了 就像蓝轩所讲的 你喜欢这家餐厅 你就要去消费 免得不要等到他关店了 你才爱爱叫 因为怕失去 所以要常常去 本来就是这样子 你们才能够支持他 真的真的 所以想想自己喜欢哪些店 真的去趁这段时间 好好地去关心他们一下吧 OK 谢谢王霖 谢谢 拜拜